时代姐妹花 永远不欢家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猫OK的 舞台人23自救日记的最后一张 跟你在一块走真丢人 谁扎的 那这谁扎的 因为也是最后一次了嘛 然后就想唱自己的歌 我就唱了月亮里的玫瑰语故事 然后这个舞美需要一个会跳舞的玩偶 我就希望李老师能跟我一起完成这个 这都很嚣张 感觉这衣服里挺甩贵的 可是那个衣服实在太厚了 然后就把它热成这个样子 我心里磕难受了 磕难受磕难受 磕难受 李天泽忽然闪现 你说句话 磕热磕热 然后李天泽不仅负责这个兔子 他还要帮我编曲 你说两句话吧 他比赛 我比他累 你看给李天泽累的焦头烂额的 额头上长那么多痘 你怎么像个千年干事 每次在我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好烦的时候都庆幸还好有他 给大家表演一个丢掉焦虑 吃掉焦虑 吃掉焦虑 虽然整个过程都很累 但是在彩排集体弹合唱的时候 我还是感动的过了 我真的觉得 每一个人都好生动 好不容易 然后就到庆功宴就有了那个食品 天主要我飞了 真的很救命 其实在大家看到的每一个画面外 都是无数个幕后老师辛苦的工作 最后感谢舞台2023让我的这个夏天变得精彩了很多 但是我还是想说我一直都觉得音乐和人生一样都不是用来竞技的 是用来感受的 那么对于王5K来说呢 真正的得到是不再害怕失去 真正的强大是接受自己的软弱 真正的赢是不再害怕输了 与其遵守规则让自己看起来体面又安全 我更愿意冒着危险去留住那些美好又真切的瞬间 好了 以上就是小王的自救日记舞 祝大家天天开心 晚事OK 拜拜 祝福大家